我們現在就先來看一下 到底 這個慣例面有什麼重結 那首先第一個其實就是什麼 A 怎麼樣匯入Photoshop裡面的群組圖層 那 以前我們就有 把 Photoshop PSD的檔案 匯進來的紀念 但是我們沒有講到群組圖層 你看一下各位我們在 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群組 對不對你在Photoshop裡面你很多時候就會用到這種資料講 那你會把相關的內容就稍微作為整理 那如果 這樣的檔案 我們進入到 Apple Effect 這樣的軟體裡面的時候他會怎麼幫忙處理 他會把它像這樣子 來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完成檔 你看有沒有發現 進來之後會先幫 那個資料夾 變成一個 合成 了解嗎 所以你要看裡面內容就在點兩下 登登 有沒有 進到這裡面 剛剛裡面的三個圖層就跑進來 這樣了解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在Photoshop有做這樣的處理 不用擔心 還是可以進來 只是 呈現的方式可能跟我們直接放在外面比較不一樣 他等於是 在這個合成裡面 又有另外一個合成 所以你要編輯他就要進到這裡面 有點類似現在 Photoshop裡面的智慧型物件 那樣的概念 我問一下 各位 在 Photoshop裡面有沒有用過智慧型物件 有嗎 老師都要你們不要太有智慧 都用一般圖層就好 你們怎麼根本沒有智慧 來我們看一下 我沒有想到你們都沒有這種感覺 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 這個圖層跟這兩個圖層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裡 有沒有感覺這裡不一樣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這裡也不一樣 跟這種圖層也不一樣 嗯 這個有沒有發現老是滑過去了看到了嗎 智慧型物件 這個就是沒有智慧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有智慧 有沒有可以轉換成智慧型物件 那 後面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文章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 如果是屬於這種圖層 平常 一般沒有智慧 對 就是 點下去 你就可以用左手邊的工具 直接去編輯 可是呢 你看 我們現在 這個是 我找這個 找這個 你看 這個是左邊的這個對不對 你看 用底刷 拿進來 刷刷刷 這個可以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我在有智慧的 車子 我拿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 可不可以刷 不能刷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有智慧 有智慧的生物 你不能亂來 所以你要點兩下 登登 來注意一下 上面的變化 這個是來自以拉瑞德的 糟糕 那 他不小心就找回你拉 瑞德看 那如果呢 我用這個 我把它是點證圖 轉換成 智慧型物件 我在這裡點兩下 登登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是不是開一個新的檔案 你才可以在這裡面做編輯 編輯完之後 關掉 回到這邊 才會改變 這樣了解嗎 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們後續會有機會 再跟各位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好所以 我今天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如果在Photoshop裡面 有用了這種 群組的圖材 留意一下 進到AE是不大一樣的 了 謝謝 就說 我想 我們沒有 好 說 大家